很多人對我的認識都是從寫歌詞開始的 我記得第一次是來自於有一個藝人 他在大陸拍戲 他只回台灣一個禮拜 要錄完一個專輯 那我們裡面比較重要的一首歌 發給比較重要的作詞人 他一直沒交稿 怎麼吹都沒交 製作人和老闆就說 姚千先生你平時寫宣傳稿 你要不要試著寫寫看 那這樣機會就來了 後來我就開始寫小文 我在一些媒體上寫一些專欄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藝術類的評論和收藏藝術品的分享 所有的創作絕對是練習出來的 練習到一個程度 不停地練習不停地寫 寫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才能自由 當你自由的時候 別人就看懂了 當我拿到銀包的時候 我覺得夠強壯 夠堅固保護我的創作 但是後來加上這個外科 我覺得特別好 我覺得這個 點兩下就可以得到資訊 這個太聰明了 我覺得 讓我最痛快舒服的一件事就是 它正好把聲音以下文字整合的功能 是最流暢的 我就是把拍照或者我的memo 然後甚至我在線上可以尋找我以前的音樂 把它整合成一個作品 在工作上我其實經常要做確認 例如我有一些demo的完成 做一些檢查的時候 我不用再接到正式喇叭 而M8的喇叭就幫助我 因為這個的播放系統是好 是可以滿足我的 生活上的交流 永遠要以最接近人性的姿態進行 HTC大道